好的继续我们的开年迎新访名企系列报道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 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的提出 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 都为节能环保行业注入了新的动能 作为国家对中国节能怎样 在融入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 2022年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的变化 来看记者对中国节能董事长送心的专访 我们见到董事长宋兴时 他正在集团总部的展厅 接待贵阳来访的客人 这样的会见他每周都要参加三四场 南明河的就是河水和温差 夏季供冷冬季供暖 那个区域听说卖房子的速度还很不错 贵阳南明河最初与中国节能结缘 还是因为被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指出存在期待解决的污染问题 现在当宋兴向到访的贵阳市委书记 胡忠雄再次介绍时 他已经是城市的绿色空调 中国节能利用水源热泵技术 让河畔的这个小区实现了清洁供暖 而生机勃勃的南明河相当一部分水量 则来自深埋市中心地下32米的六广门再生水场 它的上方是一座再建的城市综合体 可以节约地 投资可以节约 还有一个能量提示利用 胡忠雄告诉宋兴 这个再生水场他去了不下五次 不仅解决了污水的问题 还把贵阳的城市发展考虑了进去 污水处理厂来到城市C位 这让宋兴对在贵阳的布局更有信心了 恰巧就在此时 贵阳也向他发出了新的邀请 这个打造进了一个中间人 在整个西南片区 在整个贵州的一个十万元区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出行了 但是缺一些内容 比方说顶层设计过去是就说供热而说供热 和双碳目标挂得不紧 现在我们感觉到 地方党委政府一定对这个非常需要 宋兴又一次在笔记本上 记下了双碳二字 双碳目标的提出 让他有了更忙碌的行程 和更大的朋友圈 就像今天 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势力 这个事先还没有很多的联系的情况下 就主动地要求对接 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的诉求 是希望能把地方的一些优势资源 和我们的技术专场能够加接在一起 比方说像分裂啊 太阳能发电类似 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落户一些产业生产线 宋兴告诉我们 过去对接企业时 对方总是直奔问题 而现在主动来访的地方政府 寻求的是综合解决方案 如果能把资源变资产 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们自身感觉到仅仅是靠单一的一个技术 竞争力就会减弱 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沟通 他也说你这央企呢 这个如果说没有在综合解决方案方面有突出的特赦的话 那你和其他一般企业没什么两样 所有的行业都在行动 都在设立自己的节能环保板块 而作为以此为主业的央企 你们的关注点会有什么不同 面临的竞争环境可能就更复杂更激烈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我们的特长就是产业链比较长 设计的面比较广 其他兄弟央企是在某一段有特长 所以我们这个加接起来力量会更大 由这种竞争可能变成一种合作 既然双碳目标是全社会共同的目标 宋欣想趁热打铁把蛋糕做大 他首先关注到了高耗能行业 我拜访了四个协会 钢铁协会 友舍协会 电力联合会 还有建材联合会 因为它面对都是一个大行业 而且都是高耗能的 我们又有碳大和碳融合的技术服务 标准的共同制定 案例的选择或者是一些落地技术 我们加接起来可以为第三方服务 就联动这个事 这几家协议正在落地已经签了一个 除了炙手可热的双碳概念 宋欣还发现 生态修复项目在行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湖北贤宁曾经给他们出了这样一道考题 要同时解决植被破坏 水污染 矿山修复 顾费处置 甚至城市四大乱建等问题 先是冲着污染治理去 实际上后来逐渐的就拓展到了把这个污染治理变成一个手段 而功能是要提升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最后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我们一家可能做不完 像这个三水灵天湖草综合治理呢 就是由我们来总牵头 吸引大家共同努力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经过山水灵天湖草沙系统治理 当地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这也是中国节能在长江经济带布局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 从点状植物到生态提升 宋新更加意识到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只靠一家企业 而是要搭建平台 我们是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 好大的压力 另外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作为节能环保国家队 宋新看到 他们为企业 政府 科研机构搭建了平台 而国家长江大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战略实施 则为中国节能和行业的发展搭建了更大的平台 过去一年 宋新带领团队开展了广泛的市场拓展 新签合同额增长45% 2022年还可能有这样的高速增长吗 应该说要干好的话 我希望比这个还多 我们下期待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一年